嫁入豪门后不守妇道 他居然还想和别人生个孩子来继承遗产 林伯一听那是勃然大怒 婚外情败露后被扫地出门 可那个男人会娶他吗 于家亮只能在工作之余 找时间陪娶子微 面对日益冷淡的于家亮 他还会想出什么办法来逼迫这个男人 出轨引纠缠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俗话说得好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很多姑娘认为只要嫁入豪门 一切便可高枕无忧 30岁的年轻少妇徐子微 在多年前嫁给来大陆定居的台湾富商林伯时 很可能就是这样想的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林伯当年娶徐子微时便早已年过半百 又过了这么多年 两人一直没有子女 而林伯和前妻却是有子女的 看着老公一天天变老 徐子微产生了不安感 他想假设有一天老头不在了 自己无儿无女 后半辈子靠谁去啊 于是徐子微费尽口舌 终于说服林伯同意他用试管婴儿的技术 为自己生孩子 做试管婴儿是需要很多前进检查的 在频繁往来疑问的过程当中 徐子微认识了主治医生于家亮 这于家亮啊 是当地著名的生智学医学专家 四十多岁 又是也有成 那散发的男性魅力是林伯完全比不了的 他一下子就把徐子微给吸引住了 而徐子微呢 原本就是美女 这些年在豪门养尊处优 保养的又好 自然也是魅力十足 这两人一来二去擦出情感苦花 不过双方都已有家庭 干柴烈火的相恋了 就在徐子微和于家亮的恋情如火如荼的时候 徐子微收到医院传来的信息 医院经过几次检查 发现她丈夫林伯因为年纪大了 精子活力下降 根本无法培育试管婴儿 也就是说 徐子微根本不可能和丈夫生下孩子 这意味着她今后得到丈夫财产的愿望可能落空 这可怎么办呢 忽然徐子微灵机一动 想出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 既然林伯的精子不能用 想做试管婴儿 就必须用金属裤中别人的精子 与其这样不如干脆拥用主治医生于家亮的 骗林伯说是他的 这样不但能和自己爱的人生个孩子 还能从于伯那里分得巨额财产 徐子微打起了如意算盘 于家亮当然不同意 因为这种做法毫无疑问是违反职业道德的 有可能失去医生资格 甚至被关进监狱 他知道在外国有个医生就这样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每当有人从精子库提取精子做试管婴儿时 他都换成了自己的精子 最后导致整个城市有40多个婴儿都是他的子女 事情败露后他立刻被判刑入狱 但于家亮仍然抵不过徐子微的甜蜜公事 心想反正就这一次 只要他俩不泄露秘密 神不知鬼不觉 谁也不会怀疑的 于是他用自己的经验替换了林伯的经验 交到精子库冷冻 准备择期实施试管婴儿手术 这一切都在顺利的进行中 自从有了这个共同的秘密 徐子微和于家亮的感情日益加深 两人如胶似漆 秘密约会越发频繁起来 可是这世界没有不透风的墙 由于他们得意忘形 渐渐放松了警惕 最终两个人约会的事情被徐子微的丈夫林伯发现了 一次他们在车站附近的宾馆约会 出门了还挽着手搂着腰 亲热得不得了 这一幕恰恰被刚从老家回到的保姆看见 保姆回到家 立刻告诉了林伯 林伯一听那是勃然大怒 但他在徐子微面前却不动声色 只是派人悄悄跟踪他 很快便发现了他和于家亮的关系 林伯取得了证据后 立刻向徐子微提出了离婚 在事实面前 徐子微无从辩驳 自己出轨在先 又没有生孩子 就这样 徐子微被扫地出门了 徐子微后半生的完美计划 就这样被打破了 孩子和财产都没有了 那爱情还在吗 离婚以后 于家亮成了徐子微的救命稻草 而他的这种紧迫感 却让于家亮产生了一丝恐惧 原来两人都有家庭 徐子微还身处豪门 于家亮丝毫不担心 会破坏自己的家庭 而如今徐子微离婚了 于家亮便开始担心 他让他已离婚 于家亮是有孩子的 而且他从来没想过要离婚 于是他便慢慢减少了和徐子微的约会 两人渐渐疏远起来 这样一来 徐子微更加绝望了 心想如果连于家亮都抛弃了他 自己就一无所有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于是他分几次买回了一堆安眠药 准备一死了之 可当他躺在床上 回想近来发生的事情 突然发现自己所有的不幸都是从认识于家亮开始的 如果没有于家亮 虽然自己没有孩子 但还可以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自己为于家亮牺牲了这么多 他怎么可以如此的无情 徐子微越想越不甘心 他把一大堆安眠药拍了下来 又写了一封遗书 一同发给了于家亮 心想如果他再不理我 就跟他拼个鱼死网破 把一切功不于众 就算同归于尽 也不能叫他全身而退 于家亮收到遗书 一下子慌了 虽然他不想离婚 但更不想闹出人命来 于是慌忙赶了过去 徐子微一见于家亮 便抱着他又哭又闹 说 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你怎么能不管我 看着徐子微楚楚可怜的样子 于家亮也心软了 便答应他再也不离开他 但同时提出 自己是有孩子的 财产又都在妻子那 因此不能离婚 如果两人要继续在一起 就必须达成君子协定 那就是不能逼于家亮离婚 徐子微心想 这样总比一无所有强啊 所以也就答应了 从此于家亮就在年轻貌美的 情人和温柔贤淑的妻子之间来回周旋 于家亮处理与徐子微的关系时 格外谨慎 所以妻子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彼此相爱无事 对此于家亮感到十分的论 可没过多久 徐子微提出了一个要求 这让于家亮感到左右为难了 两人和好以后 他把自己的担心 他把自己的担心跪迹在没有孩子这个问题上 认为只要有了孩子 一切便有了保障 徐子微向于家亮提出要生一个孩子 可是于家亮却委婉地拒绝了 说有了孩子便不是二人世界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徐子微表面上不再说什么 但却没有就此罢休 他在暗暗盘算着一个更巧妙的办法 为于于家亮长相厮守 他决定偷偷用于家亮的精子生孩子 当时于家亮已经用自己的精子 替代了银薄的精子 他想换个医院 继续做试管婴儿 找人代孕生下孩子后 于家亮仍不愿意离婚 他会怎么办 那你就给我写一张欠条 如果你敢抛弃我们母女 我将来就去法院告你 于家亮被迫写下百万欠条 他又设计拆散于家亮的家庭 出轨引纠缠 法律讲堂 正在播出 这一天机会终于来了 于家亮所在的医院 要派他出国考察学习半年 徐子薇便悄悄地行动了 当初两人合谋 用于家亮的精子生孩子时 医院的手续已经办到了去精子库 提取精子那一步 当时于家亮已经用自己的精子 替代了银薄的精子 他可能已经忘记了这一切 但徐子薇却还记着呢 他想换个医院 继续做试管婴儿 因为全省都是共用一个精子库 只要不出省 这样就好办 但是办理转院手续 是需要组织医生的签名 趁着于家亮不在 徐子薇便伪造了他的笔记 将自己的病例手续转到了附近城市的医院里 在那里继续做试管婴儿的手术 为了不让于家亮发现 他甚至没有自己收运 而是花钱找人代孕 于家亮回国后被琐事缠身 丝毫没有发现 徐子薇已把病例转走的这些事情 他只是觉得奇怪 便问徐子薇为什么没事 走往外地跑 徐子薇笑着谎称说 自己在外地有个朋友 搞了一摊服装生意 拉他合伙 于家亮正乐得徐子薇有自己的事情 不用天天缠着自己 所以便没有再深究 于家亮回国后被琐事缠身 一直没有主动跟徐子薇联系 而徐子薇也没有主动找他 于家亮觉得徐子薇可能是想跟他绝交 可是突然有一天 徐子薇神神秘秘地给他打电话 说为他精心准备了一份厚礼 让他马上赶到 徐子薇会为自己准备什么礼物呢 于家亮隐隐感觉到 情况有些不妙 于家亮有些疑惑 但还是心冲冲地赶过去 当他推开门 却发现徐子薇一手一个 竟然抱着一对婴儿 并说这是他们的孩子 于家亮大吃一惊 说开什么玩笑 不可能 当听完徐子薇讲事情的全部经过后 于家亮非但没有一丝喜悦 反而十分生气 他大声质问 徐子薇你太过分了 你怎么能背着我做这种事情呢 看到于家亮这种态度 原本满心欢喜的徐子薇 一下子崩溃了 他觉得于家亮根本没想和自己一生一世 他恼羞成怒 要于家亮一定要认这两个孩子 并保证永远不离开他们 否则就去医院闹 去法院道 一直把他搞臭 看着徐子薇歇斯底里的样子 于家亮害怕了 他知道徐子薇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于是他赶紧跟徐子薇解释 自己并不是不想认孩子 只是不满意徐子薇瞒着他 可是啊 徐子薇却觉得再也不能轻易相信于家亮了 要他立刻拿出一百万来做保证 于家亮苦笑道 虽然自己是医生 收入不错 但财产大权都在妻子那儿 平时有些钱也都花在了徐子薇身上 到哪儿去弄这一百万呢 徐子薇不依不饶 说 我不管 那你就给我写一张欠条 如果你敢抛弃我们母女 我将来就去法院告你 无奈之下 于家亮只得写了一张一百万的欠条 经过这场生子崩波后 于家亮对徐子薇感觉到恐惧了 他渐渐减少和徐子薇的联系 以疏远徐子薇 可是他的这一做法 哪里糊弄得了徐子薇 徐子薇认为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 他和女儿被于家亮抛弃是迟早的事 可是怎样才能让于家亮和他的妻子离婚 然后跟自己结婚呢 徐子薇灵机一动 一条妙计 浮上心头 他把当初两人的君子协定 抛在了脑后 他想要于家亮离婚 再跟他结婚 可是碍于当初的协定 他又没有办法再提这件事 而于家亮和他的妻子感情稳定 如果没有意外 是不可能离婚的 这可怎么办呢 这一回啊 徐子薇想到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 派他的同乡向静 去勾引于家亮的老婆 一来可以让于家亮离婚 二来可以让他的妻子成为过错方 从而使于家亮分的大部分财产 可是这向静是什么人呢 他怎么会听徐子薇的呀 原来向静是徐子薇的同乡 来自农村 大学毕业后在城市打拼多年 却一事无成 做了几次生意 也都赔了个金光 还欠了一屁股债 从前徐子薇还是富婆时 他便总想找徐子薇 拉点投资什么的 这回当徐子薇主动找他 说有一个发财的机会 他就屁颠屁颠跑了过来 可是当听说是要去勾引别人的妻子时 他却不乐意了 毕竟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徐子薇见他犹豫 立刻拿出五万块摆在面前 并说事成后再给五万 看着面前这厚厚的几大钞票 又想想债主们那一幅幅的嘴脸 向静终于答应了 话说向静长得高大帅气 又混迹社会多年 非常懂得女人的心思 在打定好余家亮妻子的性格爱好后 便有意设计了一次偶遇 在那以后又多次以工作的名义接近他 这余家亮的妻子 原本就是一个善良温和的人 渐渐也把向静当成了朋友 有什么话都爱跟他说一说 他时常跟向静聊起自己的丈夫 他察觉丈夫和以前有点不同 但又搞不清为什么 于是便向向静请教 问他从一个男人的角度看 自己该怎么办 向静虽然获得了余家亮妻子的信任 但这并没使他爱上自己 而自己反而有些喜欢这个善良的女人 看着余家亮妻子说起自己丈夫的事情 向静有些怜惜这个女人 难道自己真的要去欺骗他吗 时间一天天过去 许子为开始催促向静 拿到余家亮妻子出轨的证据 并没写说如果再不行动 就要马上退钱 向静早已拿钱去还债了 哪里还有钱可以退啊 无奈之下向静终于决定行动了 许子为找人勾引余家亮的妻子 已达到和余家亮结婚的目的 这个计划为何没能得逞 第二天 向静把余家亮的妻子约出来 向他坦白了一切 余家亮的妻子得知真相后 愤而离婚 那么离婚后的余家亮 会和许子为结婚吗 余家亮当然拒绝了 并说要跟他分手 结婚不成 许子为将余家亮告上法庭 索要一百万元 法院将如何判决 出轨引纠缠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向静约余家亮妻子 周末到家里吃饭 并在饮料里放了催情药 谁知余家亮妻子一进门 立刻从屋里的摆设 看出了向静惊气的窘迫 便非常热心的想要帮助他 给他出主意 帮他崛起 当余家亮的妻子 拿起那杯饮料 向静再也无法忍受 自己良心的谴责 一把把饮料夺了过来 灌了下去 看着余家亮妻子疑惑的表情 向静慌忙解释道 哦 杯子放错了 这个杯子一直是我专用的 又说 你这样说 我真的很感动 从来没有人 这么真心的想要帮助我 两人又继续开始聊了起来 余家亮妻子又聊到了自己的丈夫 说自己越来越不懂她了 可是向静却再也无心听她说下去了 她担心药性上来 自己会伤害余家亮妻子 于是假装接了个电话 缓成有急事 把她打发走了 余家亮妻子走后 向静不停地抠红楼呜吐 灌肥皂水洗胃 喝大量的水 最后甚至把自己泡在了冷水里 就这样折腾了整整一夜 天亮时 要性早已没有了 而向静却发现 自己无法停止思念余家亮的妻子 原来她竟然爱上了她 尽管自己一无所有 尽管对方是有夫之妇 向静还是决定要不顾一切地保护这个女人 如果向她坦白 她会原谅自己吗 第二天 向静把余家亮的妻子约出来 向她坦白了一切 并向她道歉 说自己实在不忍心看她受伤害 听到向静所说的一切 余家亮妻子惊呆了 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自己心灵的丈夫 竟然在外面有了孩子 而小三竟然派人来勾引自己 她反而觉得向静是个骗子 故意说这些来逗她 直到向静拿出手机里 余家亮 徐子薇和孩子的合影时 她才相信这一切原来是真的 这一天余家亮下班了 却发现妻子和孩子都不在家 桌上留了一张纸条 写着别找我们 余家亮连忙打电话给妻子的朋友 但他们却都说不清楚 她又打电话到岳父母家 却没人接听 余家亮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 在追追不安的等了几天后 余家亮没有等到妻子的消息 却等来了法院的传票 原来妻子向法院起诉离婚 并且要告她重婚罪 余家亮感到害怕了 她连忙赶到岳父母家 跪在门前求妻子原谅 妻子仍然是闭门不出 余家亮痛哭流涕地说 为了弥补过错 她宁愿近身出户 但请妻子看在孩子的份上 不要告她 如果孩子有一个坐过牢的父亲 将来在同学面前也抬不起头来的 余家亮的妻子最终被说服了 撤下了诉讼 余家亮离婚后 她和徐子薇的关系完全暴露了 由于她私自调换病人的经验 并与患者发生不正道的关系 医院将她开除了 余家亮的人生一下子跌到了谷底 她找到徐子薇 两人大吵了一架 余家亮认为 正是因为徐子薇派向静 去勾引她的妻子 才导致这一切的发生 而徐子薇却不这么想 徐子薇曾想找向静算账 但却发现怎么也找不到她了 虽然向静并没有完全按她的计划行事 但让余家亮离婚的目的总算达到了 虽然余家亮没有分到什么财产 又被医院开除了 但凭着她的专业技能 再谋深路不是难事 徐子薇于是向余家亮提出了要结婚 余家亮当然拒绝了 并说要跟她分手 徐子薇这下不愿意了 大吵大闹起来 说她做了这么多 全都是为了余家亮 余家亮必须跟她结婚 为了躲避徐子薇的纠缠 余家亮干脆关掉手机 跑到了外地 三个月后余家亮回来了 这次她又收到了一张法院的传票 这一回告她的是徐子薇 徐子薇提出两点诉讼请求 第一 余家亮作为孩子的亲生父亲 她自然要为孩子承担抚养费 第二 当初她生下孩子后 余家亮为了补偿她 写下了一张一百万的欠条 现在余家亮要支付那一百万元钱 对于徐子薇提的诉讼请求 法院会财纳吗 此时余家亮彻底崩溃了 她才想起自己曾写了一张欠条 可是她哪有钱去支付啊 法庭上徐子薇那是梨花带雨 声泪俱下 大骂余家亮没有良心 而余家亮却是有苦难言 法官仔细询问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查明了事实 最后驳回了徐子薇的全部诉讼请求 那么法院究竟是怎么判的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法律点 人工受精的法律定位 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夫妻离婚后 人工受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如何确定了富含的规定 在夫妻关系存续期 一致同意进行人工受精 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 也就是说 人工受精必须得到作为父母的男女双方 一致同意才可以 而本案中徐子薇是刻意地瞒住了余家亮 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用他的精子做了试管婴儿 因此余家亮和孩子之间 没有法律上的亲子关系 所以呢 余家亮也就不需要承担抚养费 那么徐子薇要余家亮给抚养费的问题解决了 那么徐子薇要余家亮付100万的事 怎么办呢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啊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也就是说 只写了欠条 没有时间欠钱 那么是不需要还的 在本案中 余家亮虽然写了那100万的欠条 但实际上 徐子薇根本就没有给过他100万 因此 他也不需要还这100万了 观众朋友们 徐子薇和余家亮两个人 原本一个是令人羡慕的豪门少妇 一个是受人尊敬的医学专家 为什么到最后两人不但财产破产 道德破产 连感情也荡然无存了呢 这一方面啊 是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私欲 不过道德的约束 为所欲为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法律 不知道自己的行为 已经违反了法律 其实啊 爱情本来是美好的 但如果爱情脱离了道德和法律的约束 变得不择手段 甚至变得疯狂 那么这种疯狂的爱 最终会给双方带来不可磨灭的伤害 好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爸爸死后 奶奶答应将房子留给孙女 却对儿媳提出附加条件 如果你不改嫁 等罗亭长大了 我就把这房子给她 奶奶迟迟不肯兑现承诺 孙女竟与奶奶翻脸 透过门镜一看是奶奶 连门都没开 要见我就拿房子来 奶奶含恨而终 房子却为何归了姑姑 祖孙恩怨一套房 明日